如果你要跟人家吵架 到最後你只能夠淪落到外表 或是人身攻擊的話 那表示是最低階的吵架了 覺得一個人如果沒有腦袋 沒有關係 但至少要讀書 如果連書都不想好好讀的話 希望他可以好好做人 善良一點 高院外網紅陳怡 再度杠上雞排妹鄭嘉誠 比較意外的是說 他為了罵我還要買廣告 我花錢是為了想要幫他宣傳 就希望他的粉絲 要多跟他買團購 因為他平時都說自己業績很好 但最近就是被電商社團認證說 他是超低標的轉換率 那我真的是出錢出力 兩人誰也不讓誰 這回對付公堂 是為了前年直播 公布手機號碼紛爭 增加純不滿 對方在直播中 企圖附送他的手機號碼 因此公開陳怡手機前四碼 後續發文以色號公開後六碼 讓陳怡接到不少騷擾電話 他氣得提告 雞排妹不止被起訴 今年四月一審遭判刑四個月 得一顆法金十二萬 案件上訴高原 我的電話號碼全碼六次到七次左右 但是卻不構成個資法上面的犯罪 那我這一件 我們是沒有連續的號碼 也沒有附上可辨識性的個資 但卻走到這一步 這部分我們會加強的去說明 開庭前陳怡發文附上截圖說 罵我還要買廣告 看來我真的是流量密碼 雞排妹再度回文 說自己捐了八百五十八元下廣告 去後薪後綠金 那邊繼續崩潰 一來一往雙數對決 不光在法院 社群平台上持續上演 三選黃玉凡 邵紫陽SN小組 太陽道 最初的位置 在這時候 都會有的 就終究架了